HELLO 大家好我是Cynthia 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背景又不是我家了 我也希望我家有這麼大的 因為我現在其實在Staycation 我終於終於住到了心心念念很久的The Upper House 但是今天呢我沒有要拍Vlog 我之前看到姨姨在好像也是Upper House吧 然後是拍了一個類似QA的影片 然後我覺得整個氛圍很不錯 所以我今天來試試看 我想要最後今天checkout前會再帶大家就是整個看過一遍這個房間 我這次住的是Upper House的Studio 70 然後我的是Island View 就是我沒有面對海 因為海的那一間我訂不到 那這次的酒店一樣是在Hotels Confine上面訂的 如果大家想要去Staycation或是訂房的話 他們上面有一個比較公文還蠻方便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好我之前已經有在IG上面問過大家 就是有沒有什麼對我的Assumption 然後我就整理了幾個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更了解我的題目 大家準備好了沒 好 現在是早上八點半 我真的是一大早 第一個Assumption呢 是People usually don't call you by your Chinese name 這一題呢是一個HUGE 也沒有到HUGE啦 就是YES 其實我不是對我的名字有什麼特別的厭惡 我只是 還沒有感覺到我跟我中文名的那個連結感 就像如果有人叫我Candia 或是叫我可樂 我會覺得 嗯那是在叫我 當然如果你叫我中文名 我是會有反應的 只是 我會覺得它就是一個名字而已 它不代表我這個人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名字的小故事 就是 我 這也是我聽說的啦 因為畢竟我那時候也才剛出生 因為取名字不是都會算命啊 算筆劃嗎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 算命的師父有給我 爸媽兩個名字 一個的結尾是恩惠的惠 然後一個結尾是富貴的貴 然後大家可想而知 我的名字最後一個字是恩惠的惠 我常跟我媽開玩笑說 如果你那個時候給我取了 就是最後一個字是富貴的貴的話 那就真的是祈禱我會大富大貴吧 第二個 assumption呢 是我說意外的收到蠻多的 嗯說 You look tall like 168cm 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誤解 因為我沒有很高 我其實只有163公分左右 因為我有兩個姐姐嘛 然後我大姐真的是169公分 然後我二姐是165公分 所以我已經算是最矮的那個了 可以選擇的我的理想身高的話 其實我好像會選大概160公分左右 因為我很嚮往那種就是很小隻 然後窩在男朋友身邊的那種感覺 那我的身高不算太太太矮 然後骨架又比較大 然後就覺得很難有那種小鳥醫院的感覺 聽我講小鳥醫院會不會覺得我 好像很不搭嘎對不對 嗯 我現在自己講一講還是這麼久 就像160公分 你想像喔 你穿個高跟鞋可能5公分好了 就變165就是一個perfect height 不過總體而言 我對我的身高還算是滿意的啦 可能只是大家覺得我的臉 看起來是很高的臉吧 臉比較長 下一題 有人對我的assumption說 我是不是只有在螢幕前面很clumsy 然後生活其實很精緻 一點都不clumsy 這個呢是一個 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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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其實我之前也會偶爾收到一些留言 就是說 你就是 怎麼會 就是這麼不小心 是不是都是為了一個好像人設而演出來的 嗯 老實說我也希望我是可以真的演出來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被自己這種很clumsy的個性 就是深受其擾 如果你是我身邊的人 包含我的同事朋友家人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是真的 那些很clumsy很迷糊 然後很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是真的會真真實實發生在我身上的 我是真的很容易灑咖啡 翻倒東西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並不是為了相機在前面 所以我故意翻倒東西啊 或是什麼的 那我的生活精不精緻呢 我覺得這個當然見人見智啦 那我自己當然是很努力的 把我的生活過得精緻一點 努力中 下一個 assumption 是 我看起來一定很會社交 就是很會social 這個我覺得算一半一半吧 我是很容易可以在一個social situation 或是跟一群我不認識的人 可以很快打成一片的 這個算是我自己的一個個性的問題吧 就是我很難接受在一個對話 或是一個群體裡面有突然 就是sudden silence 就突然安靜這種狀況 所以我會不斷的找話題 然後不斷的想盡辦法去活絡氣氛 但是我不是會很主動想要去參與這些社交場合的人 因為對我來說 我可以去活絡氣氛 我可以去跟很多不同人講話 我也會很開心 我也會認識新的朋友 可是那同時間也會消耗我這個人 我不是很喜歡社交場合 但是如果有需要或是我真的去到了 我是可以很快的跟大家打成一片這種感覺 如果要把我的社交能力來做評分的話 我覺得5分裡面可能有3分吧 接下來呢 兩題是 我看到我覺得 哇!有一點點sensitive的 所以我們先喝一口茶 原理我的assumption是 我的職位高 同樣的工資也很高 首先我覺得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你的職位跟工資其實不一定是有一個特定的比例 例如說你到某個職位你的薪水就是多少多少錢 因為這個當然要看每個公司它的規模 然後它的制度 然後你所在的產業跟你的經歷等等 所以我覺得職稱是什麼其實並沒有太大所謂 然後工資也很高 這個我有幾個想要講的 首先呢我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會有人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說 喔!你的薪資就是多少多少錢 然後我常常在看的時候我想說 哇!你真的是 你是什麼 什麼偵探之類的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一直都是比較 private跟personal的嘛 然後加上他們寫的那個金額 真的也是完全不是真實的 可是他們就寫的好像就是 信誓旦旦說 Cindia的薪資就是多少多少錢 然後我常常去看邊看想說 我就想說我是不是要報警啊 他怎麼會知道這些私密的訊息 雖然那些訊息也是錯誤的 首先我算是從台灣被調來香港的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然後第二個呢 是大家要記得我其實是有兩份工作的 一個是我平日的正職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的youtube頻道 其實我一開始把youtube是當成 真的是興趣來做 因為youtube的說真的 他的收入非常的不穩定嘛 那是直到大概一年前 開始慢慢好像比較上軌道之後 如果你平常上班算是八個小時的話 我覺得我下班之後加上週末的時間 也是差不多這個時間 所以我會說我是有兩份正職的 收入的部分 我真的不是每個月都很穩定 所以我也沒辦法真的 好像講一個很確切的數字出來 我現在的狀態呢我覺得是一個 我自己可以很舒服 然後可以開始去規劃自己生活的一個狀態 我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就是可以開始慢慢的存錢啊 學投資啊等等之類的 因為我很有可能不會一輩子就 做這樣子的狀態繼續下去嘛 那我覺得 剛好現在有遇到這個機會 也是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也很願意去兼這兩份工 然後看看累積存錢啊 累積一些經驗 接下來我可以再做些什麼 那像 自己獨立自主 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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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務自由的 目標 下一個 assumption 是我來自中產階級 或者是覺得 我很有錢 那我覺得首先呢 有錢這個定義 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太一樣嘛 但我們家不是那種 就是真的大富大貴 然後 附加千金什麼的 絕對不是 那我從小到大是真的 不愁吃不愁穿 然後我可能想上財醫 就可以去上財醫 然後後來也有機會出國念書 這樣子 其實我在上大學之前 都不是很有概念說 我跟我身邊同學的家庭環境 有沒有什麼差別 後來去美國之後 我開始開了眼界 然後就發現 哇 原來有錢人的生活是這樣子 因為你身邊會有一些 你知道真的 環境非常好的朋友 我從那個時候才開始 慢慢的理解到說 原來是這麼回事啊 但是如果你要說 你這個人很有錢的話 我覺得 有待上去的 就是還在努力中 我覺得我可能受我媽媽 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媽會說 你現在擁有的 以後不一定會擁有 所以你要做的是 培養自己 在這個社會上面 生存的能力 你要有能力去養活自己 你要有能力去 在這個社會上面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爸媽小時候給我的環境是真的 我必須說 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但是那一些 對我來說 都是我爸媽給我的 這是我爸媽去賺來的錢 那我自己的話 我還在往財富自由的那一天 賣進中 有錢當然很好 你可以買很多小的東西 你可以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心靈上面的富足 也是要顧到的啊 我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哇 我肩膀好傷 我剛剛換一個姿勢 我喜歡獨處 大於跟朋友一起 這句話我覺得是一半一半 我前幾天看到 蔡康永的一個訪談 然後她就說 其實社交是 對自己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去 跟不同的人有摩擦 有碰撞 你才會知道說 價值觀不同在哪裡 想法有哪裡不一樣 因為這些都是人跟人之間的 你知道碰撞 才能夠被發掘出來 然後我就有點 哇毛色遁開的感覺 大家也知道我非常推廣 一個人要過得很開心的這個概念 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獨處 然後我很喜歡一個人的時間 空間跟那個心態 但是我也慢慢的發現到 欸其實不定期的跟你 真的相處很舒服的朋友 一起喝個咖啡 或是一起上一個workshop 然後一起做點什麼事情 其實對於你的 嗯 其實真的是蠻開心的啦 下一個 assumption 是我從小英文就很好 也是50-50吧 因為其實我的英文真的沒有特別的好 但是因為我大概從兩三歲的時候 就開始上英文課 就是去那種 英文教室 然後跟老師 就玩遊戲啊什麼的 真的到大學 其實都一直有在上英文課 所以對我來說 英文比較像是跟中文一起 同時之間 學習的一個東西吧 閱讀跟寫作能力 其實真的還蠻差的 很多人會說我的口音問題 是因為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去上外國老師的那種正音班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被盯得還蠻重的 就是每一個發音啊 跟母音子音的那個發音方式 那個時候都被 就想一直錄音 然後一直被老師糾正這樣子 可能多少有一點影響吧 現在其實也變慢變得比較差了 我就算只有自己要有儀式感 喜歡很chill的感覺和退休生活 最好是現在就退休 又有錢還有世界 也是50-50耶 我很喜歡有chill的感覺 可是我不想要現在就退休 因為我是一個很坐不住的人 就是我會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感 下一個 assumption是 我是個不會表露自己心思的台妹 但是會在心裡碎碎念咒罵 那些令我不爽的人 欸這個應該是蠻大的no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就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藏不住情緒的人 我開心不開心都寫在臉上 跟我整個人散發出來的一種氛圍 就我今天被某個人氣到 我就整個人是一個在 你知道感覺後面有火的那種狀態 我的個性比較直來直往 所以有什麼我就會直接罵出來 有人說我是不易胖的體質 沒有喔 我真的沒有 我很容易會看起來拋拋的 我的拋呢通常都是從肚子啊 屁股啊 大腿跟手臂開始 一路會到臉 臉是最慢會胖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我臉開始變遠的話 那我就是真的變胖了 大概三公斤左右 就真的會很明顯看得出來 臉是變大的 有人說我是independent的人 這一點呢我覺得 我自己也打從心底的覺得是 yes 一部分是因為我爸媽很早就放手 讓我們去做很多事情 包含我跟我兩個姐姐 都是在國中畢業之後 就去寄宿學校 我們就住校了 我們也都在外面念書了幾年 各自也都有在國外工作的經驗這樣 因為我兩個姐姐都是真的也很獨立的人 所以我小時候這樣看著他們就會覺得 哇我也要像他們一樣這麼獨立 或是我不能夠比他們不獨立 當然一個人要獨立去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很麻煩 然後過程是很辛苦的 如果要我選說 喔有人幫我處理好跟我自己去做 我還是比較prefer我自己去handle這些東西 我會覺得 這個是我的 你知道嗎我對自己負責的這種感覺 靠山會倒 靠人人會跑 靠自己最好 靠自己各位 好 我們來做最後一題 因為我要去吃早餐了 最後一個assumption 就是super productive 欸這個真的是很看 因為我最近很常會拖眼睜 因為實在太多事情要做了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看直覺在做事的人 我是真的可以一天裡面做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我如果我今天就是一個很慵懶的心態的話 我就是可以竭盡所能的去拖 有的時候如果有東西來找我 要我做的話 我會很難就先放在那邊 因為我心裡會一直想著它 所以我會盡量說 喔有東西來我就先處理這樣 就算是假日 所以大家說我很productive或是怎麼樣 可能有一部分是這樣子吧 不過要怎麼去增進你的productivity呢 我覺得首先你是真的要找到 你正在做這件事情的快樂 例如說我拍片剪片對我來說 是一種很紓壓很開心的東西 當然工作很有可能都是很無聊啊 或者怎麼樣 可是你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找到在工作裡面 小小的那種sparkle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這個我之前好像在別的QA也有 也有聊過 好的 現在差不多是9點鐘的時間 然後我準備要去吃個早餐 等下回來收行李我就要去上班了 希望大家透過這支影片 都有更加的了解我 然後 海狼 那就帶大家看一下今天這個房間好了 畢竟真的太漂亮了 我也自己也想要記錄起來一下 Let's go 這個是我們的大門 然後進來之後 就是一張非常大的 King size的床 然後有一個這樣子的 小living area views 那這邊一樣有基本的配備 就是像酒櫃啊 跟一些茶包什麼的 然後這裡 打開呢 就是有咖啡機啊 然後餐具啊 等等就是這些 進來 大家準備好了嗎 很大的一個洗浴的部分 這裡是一個化妝的地方 然後這裡是一個 Amazing的梳妝台 有一個很美的廁所 最重要今天的重頭戲就是 登登 是不是超級無敵美 就是這個大浴缸 就可以邊泡澡 然後邊看外面的景 我的景一樣是 這樣子的Islam View啦 不過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好的 謝謝大家今天陪我聊天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